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真的已经开名车 然后而且我是自己赚来的 我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 然后当 啪 跌下来 然后一切都归零的那一刻 我是不太能适应的 当然你会有很大的冲击 你从开病师车的那种隔移效果 到开吉普车的隔移效果 你总觉得是不是我车门没关好 要不然怎么空空叫 不是 那个是结构问题 对 但是那是事实 对 那心理的苦 你要用多久走过去 那就要看个人 各位好 欢迎收看大爱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再爱之外 我们在今天的邀请到三位来宾 首先是我们的本孙 郭翠花师姐 师姐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全球观众大家好 继续来 欢迎的是范晨飞 菲小姐 还有全球大爱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陈飞 继续欢迎的是杨子怡 主持人好 全球大爱电视台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在今天来设一个主题 叫做人的习气问题好了 大家开始呜呜呜呜呜 讲什么呢 其实这个一说出来 大家都会有 我们现在请策划师姐 因为其实在你们的一个家庭的状态之下 从你小时候的成长到后来 其实真正打拼 对于你来说 经济能力是从比较辛苦到中上 甚至是有富裕的那一个阶段 你自己觉得在这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的习气 如果以物质层面来说的话 你从凭溃滑到拥有到你可以享有 当然你会觉得一切都是你自己的能力所换来的 所以你就温馨无愧 那如果在内心的习气 或者是生活中的习气的阳成 那就会比较难改 外在的习气的阳成 可能由奢入奢难 由奢入奢就很快了 只要你富得起效会有 因为其实我们上去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就像我自己有时候会就 上去就像做直升机 下来是做降落扇 所以时间停留 你的福分 你累生累世累积到这一辈子的福分 你没有很长 因为我们是趁势而为而已 当然你会有很大的冲结 你从开病师车的那种隔移效果 到开吉普车的隔移效果 你总觉得 是不是我车门没关好 要不然怎么空空叫 不是 那个是结构问题 对 但是那是事实 对 那心理的苦 你要用多久走过去 那就要看个人 你是属于很快接受的是不是 很快接受也要慢慢消化 知道不代表可以接受 知道了 OK 很快接受要慢慢消化 其实听师姐讲这一段 真的她有提到 上去像做直升机 下来 下来对不对 陈飞在这个阶段因为一直都是靠自己努力 你也是这样子 可是第一次透过演戏感觉上好像很瞬间大起大落 这一段你有没有感受到 其实我觉得真的也是缘分接到戏什么看到剧本的时候 我第一个时间我就打给我妈妈 我说 我说妈这是在讲我们家的故事吧 真的还假的 是真的因为我小时候也是家里环境是 我爸爸也是因为他也住房地产 然后他也是趁着有一波就是很高很高 然后所以我小时候是天之娇女 我要什么有什么 而且就是很娇的 不要什么我就哭哭就有 然后也是到了某个 我记得大概是我小三小四的时候吧 国小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真的就是一下就没有了 就真的是有从零啊 一下好高 一直出国玩啊什么什么的 要什么有什么 然后一下就没有了 然后后来又变成 恢复成一个一般的家庭的时候 我觉得小朋友得调视力可能会比较快 就是他因为他其实他得到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他会很敏感的感觉到现在环境不一样 我不能再这样子任性 我不能再这样这么坏 所以渐渐的就又回复成现在这个样子 其实他们也没有太刻意的跟我们说什么 就只是一种很 我爸还会说就是他会说就是就没有了 就是很轻松的方式 他用的很轻松就是就是公司没有了这样 然后我就 哦好哦 以后可能不能常常出去玩了 对对对我就哦好知道了 但是我觉得那个个性是慢慢的 你因为他后来开始在做小生意 不是在不是建筑业护风换雨了 开始在做小生意 你看到你看得到父母很辛苦的 在为了那一分钱开始在努力的时候 然后他们然后你还要自己去帮忙在做小生意 卖一些东西的你也要去帮忙 渐渐的就会我觉得看得到 然后自然而然就能够理解跟学习 对自然而然然后他们没有特别说什么 但你就会知道要去体谅那些辛苦 我想这一段子怡自己一定亲历亲身经历的感受 但是我觉得我们刚刚提到没有执着在那个有 这不简单的 这个很难 这个很难 我觉得我们因为刚刚讲说要聊那个习性 我想哇 这个很大的课别 你很多吗 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们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基本上就是要怎么样去修掉我们 过去生死我的恶习 对包含 为什么我们会有那样的贪嗔痴 我们对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执着在 我想要 这个想要到底是为了什么 其实他绝对都是我们过去生带来 为什么陈飞可以在面对这么多事情的时候 都可以除之泰然 对 当初我在接触房地产 然后到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无风唤云 因为我23岁我就真的已经开迷车 然后而且我是自己赚来的 我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 然后当怕跌下来 然后一切都归零的那一刻 我是不太能适应的 我瞬间有一种绑手绑脚的 为什么 钱 就是我那个时候会觉得说 没有钱真的万万不能 我甚至有这种感觉 对然后一直到我接触了演艺圈 然后我一开始是主持外景节目 然后是跑世界各地的 我到了非洲 他们一天可能只赚一块美金 他们就可以笑得非常开心的一整天 然后甚至是遇到他们的内战 然后我们真的是没电没水没瓦斯 早上要自己去井水挑水 然后我们在那边生活了一个多月 你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时候会突然就这样结束 老天爷就这样把你收走 你完全不知道 我看到了那种不属于物质的满足 因为在他们的世界就是这么的快乐 在他们世界只要家人在身边 只要我心爱的人平安就非常的满足了 我非常感谢老天爷让我先体验了这样的物质生活以后 又让我去感受到什么叫做真正实实在在的爱 然后那个爱是真的可以问完我们的心 我觉得我们可以面对自己所有的优缺点 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慢慢把它改正 还好在我们持续大家庭里面 不断地修正 不断地转化 然后让自己的心安住下来 很多的英言果报故事也让自己知道 其实你要拥有一个很好的企业家 你要有管理的人才 要有业务层面 其实那是累生累世要结到很多很多的好远 你才有很多的助力 那再回到自己的管理层面上面的用心 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做好一个成功的事业要管理很多的人才 但是回归到最后最需要管理的是我们自己 真的 真的 管理的好 人生就是一个无限公司 感恩三位 谢谢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家会客室 我们下次见 得到 赶快捞 好 五 四 三 二 三 二 四 三 三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志 現在本來是在玩嘛,你隨便一波,馬上回頭看你 只要我入鏡看看 馬上記在你,怎麼回來了 馬上記在你,怎麼回來了 又回來了 沒有,不用 他在衣服上 小時候沒有過重機 小時候沒有玩給他 你從人家小孩沒有辦法 他不想太早收工的意思 要留這一坨嗎 要留漂亮一點 打一個這個上去 我來我來 你是不是要瘋 我好想太多 就是控水啊 跟看怎麼做 就是容器 容器的選擇 水桶啊 水分不能太多 因為沒辦法撐起 但水分太少 他很容易直接崩掉 沒有辦法做出要的造型 就是要剛剛好 他才有辦法疊起來 站過去嗎 就再放一個這個在上面 來 我們這樣可以 越做越高喔 好 拉起來 他現在也找到去 我這邊會幫你顧 起來 他快要跑了 是夢境啦 是夢境啦 其實是陳德安的夢境 然後帶小朋友出來玩 其實陳德安根本就沒有帶小朋友出來玩 但是我覺得還滿有趣的是 帶著陳軒堆碉堡 因為怎麼說陳德安都是Key出的 所以其實 我覺得陳軒多多少少也會有 這樣的天分在 就是可能蓋房子啊 或者說畫圖啊 會很厲害這樣 有這個sense啦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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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